你好 欢迎收看5月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台东现在今天新增87名的确诊者 校园新增有15个学生 两位老师确诊 累计已经有144位学生 12位老师确诊了 而今天三例补习班个案当中 是昨天封平地区某补习班案的延伸 加上今天新增加三例 补习班已经有一名员工 12名的学生确诊 唐县今天新增87名确诊者 疫调结果初步推论 年龄介于4到86岁不等皆属轻症 而43例为密切接触者确诊 41例感染源不明 以及3例外县市足迹 而43例密切接触者确诊个案中 7例为同校 3例为补习班 14例为职场 而19例为亲友接触传染 今年3例补习班个案中 为昨天丰田地区某补习班的延伸 加上今天新增的3例 该补习班目前已经有一名员工 12名学生确诊 而今天校园新增17名师生确诊 累计共有144名学生 12名老师 校园暂停实体上课 仍持续调整中 也呼吁民众 有症状请使用家用快筛检查 或到社区发放家用快筛定点诊所就诊 解诚如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